身拔体坛三层皮 一针这些看到的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个球迷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 就聊一下中国女排 最新的女排奥运会的大名单 非常有望您来吸引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 在今天开始 距离东京奥运会的正式开战 那么还进入到了造计师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一个月之后 东京奥运会将会正式的盛大开幕 那么中国女排也届时 将会提前的入驻东京奥运村 那么届时呢 开启他们的女排奥运会的之旅 但是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在未来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必须要在入驻奥运村之前 快速的敲定 我们中国女排的12人的名单了 对吧 那么包括此前 我们在女排世界联赛时期 我们从19个人裁到15个人 第一批已经裁掉了 包括断放高益在内等4名球员了 那么在剩余的这15名球员中 狼屏又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还将会淘汰哪3名球员呢 或许这是留藏在每一个球迷心中 最大的一个悬念 但是呢就在近日 我们似乎连续得到一些消息 似乎暗示着丽瑶 以及王梦杰这两个人 有可能会无缘东京奥运的名单 为什么呢 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其实此前丽瑶在接应的位置上 以及王梦杰在自由人的位置上 看上去两个人位置都是比较稳定的 对吧 可能感觉上这两个人是无可取代的 但是目前来看 还真的就发生了一定的反转和变数 因为此前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在接应的位置上 第4主攻 第3副攻 以及自由人 确实这4个位置上 存在着直接性的竞争 对吧 但是呢这种简单的竞争 其实也并非是说 单纯的像第4主攻 刘彦涵竞争刘晓彤 包括第3副攻 杨涵玉竞争王远远 包括接应位置上 刘彦涵来竞争这个丽瑶 包括自由人 这个林立竞争王梦杰 他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位置 就这两个人之间竞争 他可能这各个位置之间呢 还有着相互之间的关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郎平他还在考虑一个事 那就是我究竟该带一个自由人 还是带两个自由人呢 对吧 如果说我带两个自由人 去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话 也就意味着在剩余的这5个人里 那么我至少要放弃三个人 对吧 所以说这都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一个事情 因此呢 在近期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事情上 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反转 首先通过两个事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读和分析一下 那就是在自由人这个环节上 我们知道 王梦杰 他此前一直是大家比较看好的 能够入选东京奥运会名单的 他再度的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让大家对于他极度不满 因为王梦杰呢 在比赛中 对于中国女排的助教包壮 是吧 包壮 包指导 他在比赛中 对于他的一个战术上的指导的时候 他非常不屑于顾 直接甩手 是吧 扭个头就走了 那么当时这一幕呢 也引起了赛后的宣伤大波 让很多的球迷 认为王梦杰这一点 非常不尊重包壮指导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也让王梦杰这个点 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此前在女排世界联赛上 他就曾经因为躲遗传 以及遗传质量不佳 等非常多的问题 而冲上热搜 让王梦杰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也或许会被迫的 让郎平做出一些 忍痛歌爱的举动 而最终选择林立 而不代替王梦杰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同样 第二件事 那就是在结束了 女排世界联赛之旅之后 我们中国女排的替补接应 力尧这个点 他主动的发表了视角动态 发表了感恩两个字 同时呢 这条动态给删掉了 目前我们从他的吃药帐号上 已经找不到这条动态了 但是呢 很多球迷也已经 把这个动态给截上涂下来 这也就能够意味着 其实力尧 他的这个动态 还真的是不通寻常 是吧 确实能够暗含和揭露 这些什么东西 意味着力尧 他很有可能就会 无缘东京欧婚的名单了 那么如果说 力尧和王梦杰 无缘欧婚名单 那么首先意味着 林立刘晓彤都迎来的机会 那么最大的一个机会 最大的惊喜在哪呢 那就在刘晏涵那个点上 那么刘晏涵 他将会锁定 中国女排的一个 12人的一个名单 因为他是能打第四主攻 他也同样能打第二接应 那么刘晏涵这个点 是我比较看好的 因为他此前 曾经在2015年 率领着中国女排 也是当时取得了 非常辉煌的战绩 那么他个人呢 也是收获了2015年 U23亚锦赛的 MVP的这么一个奖项 而且呢 能够胜任接应 能够胜任主攻 到时候来到奥运会上 能够成为狼平的一个 多面首 能够有着更大的选择 战术上有着更多的变化 那么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上了一个双保险的 所以说呢 这样一个点 是可以通过这样一次变化之后呢 已经锁定了一张 东京奥运会的门票了 对吧 刘晏涵那个点 目前来看已经是非常稳了 那么这个点的入围呢 也将会对于中国女排 我们的奥运夺金 带来一定的加码 那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的奥运名单 或许还会存在着很大的变化 那么究竟 我们也共同的近乎加音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聊天球 再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二天一明天 聊聊天球